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 也是最近剛出的遊戲喔 那跟我們的賽馬娘 基本上算是同一個時間點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蠻多人應該是被賽馬娘吸過去 那這款遊戲基本上是台灣自製的遊戲啦 那就來支持一下喔 那其實本來啦 因為最近哲平要玩的遊戲非常非常多 本來是沒有要介紹這款的 因為其實哲平對於小豬遊戲其實是還好了 不過因為這個遊戲 基本上還有跟很多一些IP合作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左邊跟右邊的畫面就知道 因為目前來說就是我們的雲季線啦 就是我們那個 三隻小公主小妹妹們好不好 他們是最近要宣佈畢業了 所以這邊原本是有跟這個 就是我們這款遊戲啊 就是有做一個IP的連動喔 那這款遊戲叫做我們這個GameStar 這個異世界極道傳說 其實他們遊戲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有釋出非常非常多 後續要跟就是台灣的一些就是那個 IP一些連動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算是鼎有心的一款遊戲 然後 這邊的話哲平會想要介紹的原因 是因為這款遊戲啊 就是他們原本是跟雲季線他們是要合作的 但是因為他們這三個妹妹們啊 他們要畢業了 所以這邊的話 這遊戲我覺得真的頂佛的喔 真的我不得不誇獎一下 因為他們的話基本上 他們的這個畢業紀念 也就是因為這個畢業紀念的話 哲平就是決定就來跟大家介紹 一關這款遊戲 如果你是我們瑪格麗特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莉菱南 跟我們就是那個 神道陰火火火的這個粉絲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這款遊戲真的是 可以讓他們三個啊 就是在存活在就是大家的這個記憶當中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因為其實 哲平會做哲子的原因也就是因為 我很常看動畫跟看漫畫 但是他們都會有一個完結嘛 那就比如說像現在 他們三隻妹妹們畢業之後的話 等於就這個角色是完結的 但是他們的話呢 基本上是可以在我們這款遊戲裡面 繼續譜寫於他們自己的故事喔 就是一世界級到傳說裡面可以就是 再讓他們有一個家的那種概念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再用這些角色啦 來就是陪伴自己就是 在這個 世界來做一個冒險 其實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 值得開心的一件事情喔 那這邊為什麼要特別誇獎一下 這款遊戲的原因是因為 這款遊戲它大可可以讓大家就是 課金來抽這個角色 但是哲平這邊的話 進來我原本想說來刷個手抽看一下 能不能抽到就是 就是這個雲雞蟹也是三隻妹妹 結果沒想到一進來 它是直接讓大家可以就是很輕鬆的獲得的喔 因為我昨天在抽的時候的話呢 還是其實我這邊是bug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吧 這邊的話基本上 這遊戲有分鑽石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幣 那右上角這個695的話 這個就是鑽石 那中間的話這就是我們遊戲幣 那 哲平基本上在抽這個卡池的時候 的話呢 你面試都是讓你就是用遊戲幣開啟 所以這邊的話 這整個哲平都已經全部開起來 而且還送你很多非常非常多的這個遊戲幣 所以就代表就是 大家是可以直接取得這三隻這個 雲雞蟹的這個可愛妹妹們的喔 其實他們要畢業的話 對哲平來說也算是蠻蠻蠻蠻震驚的一件事情啦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祝福他們就是 就是之後的一些其他的發展 那其實我覺得 像台V的話 或是有一下一大堆YouTuber 或是一些實況主啊 其實 呃我們的 呃我們的工作啦 我覺得就是只要我們能夠存活在就是你們 就是這些觀眾們的這個心目中一天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 我就我就我就 我覺得我做這個行業的話 我就覺得我已經就是 很厲害了啊 就是因為至少我可以陪伴你一天 然後能夠讓你記得我 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他們三隻的話 可以讓那麼多人就是能夠記住他們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 真的是一個緣分啦 雖然他們畢業要 畢業了蠻可惜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們帶給大家的美好 依舊是存在於大家的心目中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 這邊的話大家也不用擔心 就是畢業就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你們可以來這個異世界集道傳說裡面 把他們三個帶回家 然後 讓他們三個在你的隊伍裡面 跟著你在這款遊戲裡面去做一波冒險 我真的覺得這個 遊戲這個製作 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至少讓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讓那個 火火啊 琳蘭啊 還有就是瑪格莉特 可以在這個遊戲陪大家 而且是不用課金就可以拿到的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棒 給個 給個掌聲給個掌聲 雖然我自己是比較少玩這種消豬類型的遊戲 但是我真的覺得真的還是要 至少他們 能夠在這個世界陪大家 我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這種感覺 比如說像 一拳超人這個遊戲的漫畫 就是 這個 這個漫畫 基本上我很喜歡這個IP 然後 就算我現在一直都沒有就是很認真在玩就是一拳超人最強之難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在裡面進去看一下就是 那些小色的一些就是 互動啊 或什麼東西的之類的 因為我很不喜歡讓一個角色消失 也就是 為什麼哲平會去 就是做就是 哲子這個IP的原因 就是 我想要讓哲子就是 我可能活到老 然後哲子就陪我到老那種感覺 所以我 他的一些東西我都會一直出 出到我就是可能真的就是 沒辦法在 附和的這種狀態 因為我不想要讓一個IP 或是讓一個角色消失 那 在我們這個異世界極道傳說裡面的話 大家是可以再繼續 跟我們的雲妓蟹這三個妹妹呢 啊 一起來譜寫 你們自己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真的是蠻感動的啊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遊戲的差不多一些玩法 我覺得 這個因為 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好像是超有病吧 對不對 就是那個 超有病這個IP 其實我對他們不太熟 就是有病製作他們做的 那 他們基本上本來是在做一些桌遊 或是一些東西的 所以他們的文本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是絕對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欣賞一下 他的這個故事 那 遊戲玩法的話比較特別哦 因為 以往來說我們玩的蕭豬遊戲的話 大概就是 神魔嘛 或是我們龍族拼圖嘛 那 這邊的話他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他不是把右邊的這個卡牌 往左邊移 或是把上面的這個 卡牌往下面移 他是就是比如說像我們的這個 弓箭的這個符號啊 你只要一般的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走九步 這邊的話 左邊這個 走路的這個距離 是我們九步的距離 你可以在我們這個板上面走九步 走九格 然後看你要 怎麼樣去改變這些卡牌 比如說 我們能夠 弓 弓的話 這邊走這個弓的話 基本上他會變成我們這個 雙劍的符號 然後往下走這個 劍的話呢 基本上他會變成我們愛心的符號 那 如果我們去走那個 不是不是走劍啦 走閃電的話 他會變成愛心符號 然後走劍的話 他會變成我們這個弓的符號 好不好 所以就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走愛心的話 他就會變成我們這個閃電的符號 那 基本上就是要 連續 四個吧 四個才會做一個消除的這種概念 所以就 還蠻特別的 所以你要看你要怎麼去走 然後來讓這個 版面可以做一個消除 所以跟我們玩過的 歷屆的這個轉租系統 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比較特別的 就是 比較特別的一個 消法 消法的東西 然後他也不是 不是三消的樣子 好像是四消吧對不對 然後好像是三消喔 就是 你要橫著 或是直的三消 然後你沒辦法L消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要 努力消除他 然後 擊敗關卡 這樣子喔 我就覺得就是 這種遊戲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 消除類型的遊戲的話 應該會 還蠻喜歡的 應該會蠻喜歡的 然後就這樣子 去打這個怪物 所以 比較特別就是 他這邊的一個走法啦 就是 他不是像是 我們的那個 其他消除遊戲 因為 我們以前玩太多消除遊戲的話 你可能就是 會有一些就是 消除遊戲的一些玩法 一些東西 但他基本上不算是這樣的 他愛心的話 他就會變成就是那個 愛心就變閃電 然後我們的弓就變成那個 雙劍 然後 我們這樣子 然後去看要怎麼去消這些東西 然後最多可以走就是我們那個 角色藍旁邊這邊的這個部署 所以我一開始我在玩的時候 蛤 這到底要怎麼消 這到底在消什麼蛙哥 然後結果 原來是 原來是要這樣子玩比較特別 雙劍的話會變成功啦 所以我們是可以這邊兩下 然後消這個功 然後再連消這個閃電 那這邊的話 閃電如果是消三個以上 不知道會不會變範圍攻擊 好像也是不會變範圍攻擊 他好像就是 不管怎麼樣消 他就是做一個單體的這個打擊 還是因為他有一些角色 他可能會有那個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你這邊的話 按住角色頭像的話 然後就可以去看到一些就是他的一些介紹的東西 我是真的覺得 我是真的覺得 我很想要就是 就是感謝這間公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讓大家有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寄託這三隻角色的這個夢想 好不好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些 比如說 活活的呱呱們的一些 介紹的東西 什麼早安呱呱 然後什麼東西鬼的 然後還有 寧欄這邊的一些東西 抹茶之類的 反正都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跟一些自己 就是熟悉的IP合作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些就是他的那個 故事的一些東西 哇 就會很感動了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 可以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 雲跡劍這三隻喜歡到一個爆炸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 他們 你們不要覺得這是一個結束 你們可以讓他們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陪著大家這樣子 真的很不錯 對 我講一講又開始 感動起來了 哈哈哈 好啦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的話 基本上哲平 不太 不太 就是我比較不吃這種類型的 我比較不吃就是那個轉珠類型的 我比較吃的是 塔房啊 陰遊啊 或是 Mobile Game 這種的 這種的 那像如果你們是喜歡這種轉珠的話呢 然後又剛好又喜歡我們 雲跡線跟那個就是 這三隻妹妹的話呢 是可以來 支持一下我們這款遊戲好不好 他叫做我們的這個 異世界極道傳說 然後 後面的話也不只只有這一次的這個IP合作啦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詳細的一些消息的話 都可以去上那個 有病的那個粉專他們去了解 或是上這個遊戲的這個粉專去了解一下 其實 後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跟其他一些台灣的一些知名的一些 繪師啊 或是IP做一些聯動 我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畢竟是 台灣自製的遊戲 我覺得就可以來支持一波這樣子喔 好 沒問題 那 今天主要來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這款遊戲 那主要來說 其實我也沒有玩得非常非常深 但是 我一進來我看到那個 那個 居然是不用刷手抽 就可以直接把他們三隻帶回家了 這個我就直接 哇 決定要來 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款佛心game好不好 是真的 頂佛的 是真的頂佛的 好不好 至少 因為 畢業季 然後再加上這個媽 直接來做一波鑽石 然後抽一波對不對 因為確實是可以讓那個 廠商做一波那個營收的 但是 他們不打算這樣子做 他們想要讓大家 就是 可以順利把這三隻 小孩 帶 帶回家 然後融入到這個世界 我覺得算是 真的是頂佛的 就是 沒有必要這樣做 但是他們卻這樣做的 我覺得真的 還蠻棒的 好不好 值得嘉許 值得嘉許 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 喜歡我們這個 三宵特別的這個玩法 這個遊戲的話呢 也可以來下載一下 我們這款遊戲好不好 那如果你有玩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們對這款遊戲的一些看法 或是其實後面超級無敵好玩的話 大家也可以在這邊講一下 我可以在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繼續 玩下去 因為我真的比較少在玩這種就是 消豬類型的遊戲好不好 那之後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 我們的這個 神道硬火火火 還有 莉莉銀蘭 或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瑪格麗特這個 角色 陪伴你度過我們這個世界的話呢 不用擔心 這遊戲是不用課金 就可以把他們給帶回家了 所以 可以來這個世界 跟你們 然後把他們帶回家 然後跟你們一起冒險 擁闖這個世界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去玩到這邊啦 我期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我们下期再见